原定于5月28日早上进行拍卖的清代画家任伯年画作《蛋黄羊柳带七鸭》在5月26日预展上遭到毁坏。 家世的香港于5月27日下午回应称,以通知委托方,并已撤拍该作品。 今次被毁的《蛋黄羊柳带七鸭》是任伯年于1889年创作的《花鸟四评》中的第一幅,是此次春拍的1393号拍屏。 整组作品估价为150万至250万港元。 在26日的预展上,一位小孩将此画作撕下一半。 对于此次被毁作品的善后,拍品是否已买保险,损坏作品的孩童应该如何处理等问题,家世的方面并未给出恢复。 据悉,此次事件并非首个人为导致的画作损坏事件。 2018年5月,在香港大会堂举行的《斯尼派从波普艺术到偶发艺术展》上,一件克莱因兰作品因遭到孩童误闯而被破坏。 2015年8月,在中国台湾地区《真相达芬奇天才之作特展画展》上,一名12岁的男童在看展时跌倒,不胜损毁,价值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保罗·布尔波拉真迹油彩画《花》。 两起事件中的孩童均未被追责。